我是周星徐基金的出版部的总编辑 我叫孙松青 我是今天负责串场的事宜 所以我们先要有请 我们的周星徐基金的执行董事 曹龙女士上台替我们自我欢迎时 尊敬的周星徐基金 周星徐基金主席周增恶先生 理事郭振宇教授 尊敬的张晓峰老师 刘俊豪副教授 在座的各位文友 老师们同学们大家下午好 欢迎各位出席由周星徐基金主办的 星徐文学讲座第三章 今年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 台湾著名的散文家张晓峰老师 担当今天的主讲嘉宾 而与张晓峰老师对谈的是知名的诗人 学者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主任 尤俊豪副教授 张晓峰老师今天演讲的主题为夙缘 这个主题的内涵其实非常广泛 周星徐基金为什么要推出 以纯文学为号召的 星徐文学讲座 这项文化工程 这其实也是一个夙缘的过程 去年12月 我们出版了记录新加坡百年书业历史的一本书 华文版书名叫制读者 英文版是Passage of Time 在编著这本心血之作的四年间 我们重温了新加坡早年在文化事业上的辉煌 这里曾经是东南亚的文化中转站 这是一个人节地铃的文化重镇 所有销往东南亚的图书 都经过新加坡的书店发送出去 华文文化书业 都是令人精神愉悦 生活富足的行业 即便是千里之外的香港也受益匪浅 东南亚这个文化大市场 间接协助着香港 培养出了一大批作家和文字工作者 探究历史为的是展望未来 而经济发展与人文建设应该齐头动尽 华文在新加坡曾经有几十年的辉煌 那时候物质生活不是很丰富 但是人们对于知识的渴求却异常殷切 之后的若干年 在华族人口最多的新加坡 学习华文运用华文 却在不知不觉之间 成了溺水行舟般的挑战 可信的是 近年来我们可以看到本地 有不少为华文奉献的机构 个人与团体 他们逆流而上 诉求华文的源泉 张晓峰老师昨天在 南洋理工大学的主题演讲中提到 全球有几十亿的人懂华文 作为华人的我们 没有理由不尽力保存 传承华文的文化 感谢今天在座的每一位 你们是这部能量的聚集 我们期望能够为新加坡 乃至于区域的华文文化环境 尽一份年力 今天的讲座意义也就在此 每年星渠文学讲座 都会邀请一位非常特别的主讲人 来到新加坡 与文友们分享文学之路的点滴 在这里我请代表周星渠基金 感谢中华语言文化基金 联合早报 958城市频道 随笔南洋网 新岳社科大学中华学术中心 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 以及大中书局的鼎力支持 也谢谢给我们提供 张晓峰老师系列著作展览的 谢凤英女士 和今天出席讲座的每一位来宾 讲座的成功举办 需要您们的支持与参与 最后我也特别邀请在场各位 出席周星渠基金 分别在4月30号下午2点到4点 以及5月13号晚上7点到8点半 在国家图书馆16楼观景阁 举办的两场制读者系列座谈 座谈免费开放给公众参加 这将会是两场向早期书页业者 致敬的温馨聚会 届时会有不少在制读者一书中 提到的书页前辈前来出席 希望到时能看到您们 请让他们知道 您们小时候在他们书店里 留联的回忆 亲身告诉他们 他们的辛勤努力是有回应的 草根书室的林仁渝先生 担任这两场活动的对谈嘉宾 活动的时间和地点 都在各位收到的小册子上 详情请关注我们的网站和脸书 最后再一次谢谢大家 谢谢我们的执行董事曹荣女士 让大家久等了 现在我们就邀请我们今天的主角 张晓峰老师上台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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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aging 張老師剛才抵達的時候要知道 陳志綠老師要朗誦他的作品 他就說他就坐在那一頭要聽朗誦 所以老師在那裡已經等了好一段時間 那我們現在就請老師為我們開始今天的講座 謝謝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能夠跟各位在這裡相遇 我想遇見的不是我們的面目 就是你看到我的臉 我看到你的臉 你看到我的身體 我看到你的身體 而是在一個共同的文化結構裡頭去相遇 那我想對我來說呢 生命裡頭相當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能夠在我所深愛的華文的文化裡頭 跟其他的人能夠共享 那有沒有一天在全世界其他的人也能認識華文的美好 我不知道 但是至少呢 我們能夠在 也不能算少數 在世界上佔了十幾億人口的華人中呢 能夠有更多的人知道自己在使用一個非常美麗 也非常動人 也非常深刻 也非常有趣的一個語言 以此自豪 那我覺得就很安慰 今天我的題目是溯源就是 其實呢 是去講一些生活裡頭的 以及呢 書本裡頭的現象 但是呢 他們都需要去追溯一下 其實呢 在現實生活中呢 所以要追究究底呢 才能真正明白的語言呢 也很多 並不是有學問的人才能夠一路去溯源 在現實生活裡頭呢 就算是講一個笑話還是什麼 有很多人呢 會笑不出來 因為他不知道這個笑話好笑在哪裡 要別人跟他講 講 原來這樣這樣這樣 這好笑在這裡 不過這也就有點不好笑了 因為假如你要靠人家解釋的話 我有一個朋友 名字叫雅璇 是一個很有名的詩人 他去美國想要留學的時候 就是去讀一點這個寫作的學位了 他這樣形容他自己 他說 我永遠是班上最後一個笑出來的人 因為他同學都笑了 他不知道那句話好笑在哪裡 因為人家在說那句話的時候 背後有很多很多的背景 那他永遠都笑不出來 因為他不知道那個語言背後還有什麼意思 所以呢 在 好 在我剛才所說 這個舉的例子之中呢 有一些笑話呢 因為有了一段時間 所以呢 可能有的人就不覺得好笑了 比如說 嘿 你辦事 我放心 這個有的人覺得好笑 因為他跟一個典故連在一起啊 那有的人不知道這句話 有什麼好笑 你辦事我放心 當時講這個話的人是誰呢 當時是有一個這個紙條 上面寫著你辦事我放心 那這個繼承者呢 就憑著這個紙條呢 就繼承了那個權位 那據說這個紙條呢 是毛澤東所寫的 所以呢 就後來大家就把這個當個笑話來用 就是說好啊 你開車我放心 就說好 你辦事我放心啊 就是用那個故事 可是這麼多年過去了 年輕的孩子呢 聽到你辦事我放心 大概只覺得說 對啊 我辦事你放心啊 這樣子啊 然後他就不覺得這個背後有一個故事 也笑不出來 在台灣呢 曾經有一個人講過一句話 說 這是公平的 後來人家就把這個當做個笑話 可是時間久了以後呢 人家也不知道這故事是怎麼回事 這個 講這句話的人是誰呢 是一個導演叫李行 他是那個時代的很有名的李導演 現在有名的李導演是李安了啦 那麼那個時候很有名的導演 他有一次呢 就得到了金馬獎最佳影片 最佳導演那個獎 他得到獎上台去的時候呢 他就抱著那個獎非常興奮 他就舉起來說 這是公平的 那大家就笑起來說 你得獎的時候 你就說這個是公平的 你未免太自大一點吧 其實呢 他講這句話背後是有一點背景 因為呢 他拍的那個片子呢 是政府出錢拍的 那政府一般為了避免嫌疑呢 就是不把獎給自己政府單位拍的電影 反而是給那個私人拍的 所以盡量的都不給政府拍的片子得獎 所以呢 他們一直覺得很鬱悶 就是政府出資的 反而得不到金馬獎 那他大概鬱悶了很多年 終於有一天呢 政府也不避這個賢慧 然後自己呢 不避嫌自己頒獎給自己政府出資的這個 這個影片得獎 所以呢 他就很高興就說 這是公平的 那麼後來呢 很多人就學他這句話 無論得到什麼獎 或得到什麼獎勵 就說 哇 這是公平的 可是這樣講了十年以後呢 這個笑話就不再好笑了 因為年輕人不知道這句話什麼意思 為什麼你要跑到上頭說一句 這是公平的呢 其實他說的人呢 可能需要加上一句說 這就好像當年李行得獎的時候 那麼高興跑到台上說 我得獎是公平的 我現在也學他 也講我得到這個東西是公平的 可是這樣太複雜了 所以呢 講笑話的人不會這樣講 所以呢 到後來呢 這個笑話 只有老人彼此會笑一笑 年輕的人就笑不出來 不知道你們在講什麼東西 然後呢 這個 游錫坤在陳水扁的時代 在台灣 他是做行政院長 他有一個故事呢 就是他演講的時候 大概 他的秘書啊 給他準備了一個演講稿 他就照念 念的時候呢 念到說 皮革馬龍效應 那記者通通聽不懂說 剛才院長你念的皮革馬龍效應是什麼 他也說不出來 因為他也不 事先也沒有去問這個 所以那個東西呢 就變成大家也不知道的一個典故 這個我等一下再說好了 因為要說起來 說來話長 那麼還有一個動作 那個動作呢 是Bruce Lee 那個李小龍的動作 就是呢 他很喜歡這個 用他的大拇指這樣去摸一下鼻子 那曾經呢 在Bruce Lee的時代呢 這話說起來 已經是30年前的事情了 那這個動作呢 在全世界都蠻有名 然後有一些華人呢 在國外 覺得有老外要欺負他的時候 他就這麼摸一把 老外就有點害怕說 你是不是也是Chinese工夫 還是什麼的高手 你是不是李小龍的徒弟 就比較 有點起分敬畏 可是現在呢 現在的華人小孩 如果他現在15歲 你跟他做這個動作 他覺得說你鼻子癢嗎 還是什麼 他可能不知道了 所以雖然是現實生活中 雖然是一句話 雖然是一個動作 但是經常呢 我們在做那個動作的時候 對方可能了解 也可能不了解 那就要看你知不知道 這個漫長的故事了 在中國人被多年看作東亞病夫之後 冒出一個Bruce Lee來 他的Chinese工夫 好像是打遍天下無敵手的樣子 給中國人一種IQ式的那種虛榮和滿足 那在那個時代 所以那個動作呢 是蠻時髦的一個動作 跟後來近年來比較時髦的動作 或者是那個 那個 那個 Michael Jackson的那個腿 這樣子 披來披去什麼 走路的那個動作 比較 大家覺得佩服一點 Bruce Lee的這個動作 摸鼻子的動作呢 大家就忘記是怎麼一回事了 那最後我舉的一個例子呢 是我去義大利參觀那個大教堂的時候 我有一個朋友是外交官 他就住羅馬教廷的外交官 所以他就做一些說明 然後講一些故事給我聽 他說 你知道嗎 他說這個神父啊 都會給人家做告解 那有一個神父呢 在一個鄉下做神父 那個鄉下很小 那個小小的鄉下也沒有什麼樂趣 但是呢那個鄉下的那個鄉中的人呢 他們呢就有一個毛病 就是呢很喜歡跟不是自己配偶的 另外的人呢亂上床這樣子啊 所以呢到了禮拜天 他們就跑到教堂去的時候 就跟神父啊上個禮拜做了不好的事情啊 我跟誰誰誰怎麼樣了 那神父聽了就很煩 一次兩次還沒關係 就說願上帝赦免你 你下回不要再犯這個錯了 等一下他們又來了 每個禮拜就都來了 然後他們幾乎都在犯這個錯誤 然後呢 神父很生氣就 後來神父就說這樣吧 以後呢你們不要再跟我講這個事 你們只要用一個暗號跟我講就好了 我就不要聽你們這些情節 你只要說 神父啊我不小心又掉到河裡去了 我就知道你做什麼事了 免得我要聽你們這些 啰啰嗦嗦的情節 好大家都知道了 然後我就跟神父說 神父啊我上個禮拜 不小心又掉到那條河裡去了 神父就說 哦 願上帝赦免你 下次不要再犯了 好 那這樣子的相安無事 過了很多年 神父也不會被他們的 那個犯罪情節所干擾 後來呢這個神父就掉拆了 掉拆以後呢 又來了一個新的神父 那個新神父呢 就有點搞不懂 有一天就跟一個人說 哎 你們這裡有一條河啊 真是不太好耶 大家都往裡頭掉 不知道為什麼 每一個人來都跟我說 他掉到那條河裡去 這怎麼辦呢 這個人聽了就哈哈大笑 因為這個新神父 救神父沒有把充分的資訊 告訴這個新神父 所以新神父以為 真的有一條河 大家都掉下去啊 然後他說 掉到河裡有什麼關係 這也不是什麼犯罪啊 就 但是奇怪的是為什麼 大家都掉到那條河裡去了 那這個人大笑呢 也不 也不 不講出原尾啊 就有點恥笑這個新神父 可是新神父還是說 哎 這件事非同小可耶 你不要笑耶 你老婆也掉下去耶 這樣 哈哈 好 這當然是一個笑話 但是我要說的就是 如果心就不銜接啊 如果語言背後的那個密碼 你不知道 如果一些比喻 你不曉得 如果一些典故 你不知道 那到最後呢 嗯 就是 就是會有一些 誤會在這個裡頭啊 所以呢 啊 我覺得說 在 在我們 在傳授華語文的時候啊 或者是人類文化的時候啊 其實呢 要把那個 語言沒有說清楚的那個部分 像剛才呢 有那個 所謂皮革馬龍效應啊 中國大陸呢 好像是翻成皮革馬利翁啊 那這個呢 其實是一個希臘文啊 那 它是一個希臘的故事 它至少有三個意義啊 因為它是希臘神話 第一個 希臘神話呢 就是呢 在歷史中呢 有這麼一個神話 就是有一個人 有一個男人 他看世界上的女人 都不夠好看啊 都不夠完美啊 所以 最後呢 他只好自己做上帝 他自己來動手 用石頭雕刻了一個完美的女人啊 可惜呢 這個女人是石頭做的 沒有 這個 沒有血肉啊 但是呢 他還是愛這個 這個實相 勝過 世界上其他所有的女人 因為這個完全是 照著她的美感 照著她 她對身體的比例的要求 所做出來的一個女人 好在呢 後來愛神被她的愛所感動啊 就讓這個女人活過來了啊 然後她就娶了這個女人 過著幸福美滿的日子了 好 那這個是原來的 Pick Mallon 的這個故事 那 那 可是呢 到了這個 1913年的時候呢 又有一個Pick Mallon 的版本 那就是 當時有一個英國的劇作家叫 蕭伯納 聽過吧 也到過中國 也到過上海 跟徐志摩啊 還有林輝英啊 他們都見過面啊 蕭伯納呢 他就寫了一個這樣的劇本 不過他的劇本 變成現在人為 為這個故事的男女主角了 在倫敦街頭呢 有一個賣花的女孩子 賣花聽起來好像很優雅 其實就是比較卑賤的工作 就是 有一點 幾乎有一點像乞丐 很賴皮 抓到人說 先生先生 拜託買一朵花什麼 這樣 那 這個 這個賣花女的 她大概是 從鄉下來的 所以她發音也不太好 她不太能夠說 正確的英語 所以 那她就 說很 那個很 垮槍垮掉的英文 那 然後剛好 當時呢 從劇場裡頭有兩個 這個男主角出來了 他們在 因為下雨 他們在那裡等計程車 所以呢 就站在那裡 他又來抓他們買花 這兩個男的就說 你聽 這個賣花女的英文有 這麼破 這麼爛 她還想賣花 她如果 好好的把她的英語說好的話 她就會做一個高尚的女士 她就可以開一間花店 她就不會在這裡 淪落在這個街頭 纏著人家 叫人家買花 這句話給這個賣花女聽見了 她覺得說 如果我能把英文說好 我就可以開花店 我就不要做小花飯 那我要做這件事情 另外在這兩個男主角 他們都是語言學家 然後他們也 也發生了一個微妙的變化 其中一個說 我們來打賭看 如果你真的能夠把它改變 你把它收作學生 把它變成一個 英語說得很正確的人 是不是就可以改變她的社會地位呢 他們於是就 下了賭注 兩個人就打賭 變成這個女孩子 學習 學習英語 變成他們兩個的賭博了 看看真的可不可以 當然了 這個作為舞台劇的Big Mellon 其實沒有那麼紅 沒有那麼轟動 但是後來這個舞台劇 就被好萊塢看中了 就把它弄成電影 就歌舞劇 Musical 輕型的歌舞劇 那就大受歡迎在全世界風行 那各位看這裡的劇照 也覺得賞心悅目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當年也得過奧斯卡獎的 那當年的 我不知道你們怎麼翻譯 我翻譯著澳大利河本 澳大利河本實在是一個美人 他就演那個賣花女 然後呢 這個 這個電影之後呢 也不是這個電影之後 應該在電影同時 心理學家也看上了這個Pic Mellon 這個字眼 他們就把這個Pic Mellon 呢 代表一種意義 就是說 如果你對你的學生 有一個期待 如果你好好的教他 你覺得這個學生是大有希望的 是一個可造之才 那你就會把他教得好 就是如果你心理上已經覺得這個學生 是可以教好的 那你就教得好 如果你厭棄這個學生 這個小笨蛋 誰要教他啊 那這個學生就學不好 所以你對他的期望 可能變成他的成就 這個是繼承著希臘神話 還有這些劇本 什麼這樣來的 就叫做Pic Mellon 效應 其實尤希昆呢 如果要知道這麼多 他那天就可以跟記者 好好的說明這件事情啊 可惜他不知道 他只會唸 皮革馬龍效應 這樣 然後人家問他 他嚇得要是絕對不敢提 因為他一點都不知道 皮革馬龍是什麼東西啊 所以呢 皮革馬龍 這四個字大家都認得 可是那個背後的故事 很複雜 你要知道那個 你才能夠知道它的意義是什麼 它不是靠那個字面來解釋的 好 至於那個摸鼻子的動作呢 是 剛才我說過了 就是 代表著一個 東亞病夫的時代的結束 有一個伸手矯健 中國功夫 打遍西洋人為敵手的 那一個表面的 至少是表面的英雄形象 就藉著那個很不屑的那個 抹一下鼻子這樣子的動作呢 來表達 好 以上所講的呢 是比較現實生活裡頭的例子 好 那至於我們為什麼要去追溯呢 其實呢 西方有一些劇作家 他們喜歡說一句話說 哎呀 作者已經死掉了 不管像剛才說的 蕭伯娜也好 也好 或者是 像那個 薩斯比亞也好 或者呢 是像張艾玲也好 反正他們都死了 所以怎麼樣呢 我覺得西方的 評論家 評論家有一點奇怪 所以呢 我們就別管他們說什麼 我們愛怎麼解釋 就怎麼解釋 其實呢 這是不對的 我們沒有自由詮釋權 我們要知道一下 那個時代 說什麼話 是什麼意思 這個是可以找得到的 不是找不到脈絡的 像牛津 英國的牛津 像劍橋 像哈佛 像耶魯 這些學校呢 他們設立 都是從神學院開始 那為什麼要設立神學院呢 因為他們希望能夠詮釋聖經 那你說聖經 聖經那麼多年的東西 我們幹嘛現在要來詮釋它 正是因為它很多年了 所以我們現在要知道 我們現在是要怎麼詮釋 所以呢 這些學校現在都很出名 但他們原始的意義就是想要詮釋 那各位要知道 除了牛津劍橋他們想要詮釋經典 中國人一樣想要詮釋經典 而且呢 也一樣時間很長 比如說有岳路書院啊 有白鹿洞啊 我上次去成都還聽他們說 在漢代就有這樣的學院 想要詮釋經典 那所以呢 中國的古老的學院 跟牛津劍橋一樣 也都是想要詮釋經典 那想要詮釋經典呢 就有點像現在人說 要有大法官 大法官才能解釋憲法 你說憲法不是白紙黑字 都是漢字形的嗎 我難道不認識嗎 你也認識 不過呢 還是要找那個人來解釋 大法官詮釋憲法 然後呢 牛津劍橋培養的人才去詮釋經典 那個這個岳路書院 或者什麼書院 他們所培養的人才去詮釋孔孟之道 那這些呢 在中國在西方 我們都有人 一直想要去 好好的讀一點書 好好了解那個時代背景 好好懂得文字之學 等得信孤之學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詮釋 那十三經呢 其實一直都有詮釋 有著 有書 還有籤 這個就是一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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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解釋 因為有的時候 我們連解釋都看不懂了 就要去有解釋去解釋那個解釋經典的句子 懂嗎 就是A這個句子我們不懂 我們用B句來解釋它 然後B那個句我們也不懂 我們還要再去找一個C句來解釋它 以今天來說我們可能要找D ABCD D句呢 去解釋那個ABC這三個句子 因為白話跟文語言畢竟隔離很遠 各位知道在英文系統裡頭 因為我們大家都是對英文比較熟悉一點 相較於其他的外國語文 在英文的系統裡頭 如果你會古英文的話 在你修讀學位的時候 就算你會第二語文 你會現代英文 再會差不多 超過七百年以前的那個英文的話 那你就算懂第二語文 你說不都是英文嗎 在古英文跟現代英文 不算一樣 你就可以算作你會第二語文 那我覺得如果一個中國人 懂得 懂得宋朝以前的古文的話 那就應該算是懂第二語文 如果懂得周朝的時候的語文的話 他應該懂第三語文 對不對 因為時間隔得很長 可能呢大家覺得 哇好難啊 但是我們都還是把它算一個了 所以呢這個很有趣 就是隔了一個時代 有很多東西的確是不太容易 但是是不是真的不能懂呢 漢字佔一個便宜 因為它是以形狀來繼承的 所以呢它比較不會差那麼遠 所以我們要懂得古典比較容易一點 所以呢我們應該呢 就是說這個 藉著一些研究呢 藉著 藉著一些研究 藉著一些研究 藉著我們可以重建那個時候的場景 到底是怎麼樣的 那然後呢 整個華人世界裡頭呢 它應該有一個共故事的結構 以及和那個典故之必要 就是我們知道那個典故是什麼什麼東西 那這一點呢我覺得 共故事結構就是我自己用的一個字眼 就是從前呢 從前很多人 他們不一定讀過書 可是他們都聽過共同的故事 負面的不好的 哪些事情不好不要做的那種故事 他們知道 還有呢哪些好的我們應該效法那些故事 我們也知道 全民呢是一個共故事的結構 就是他們都聽過某些故事 都知道那些故事的教訓是什麼 那現在呢華人的小孩呢 大概也聽過一些故事 但是經常聽到的是白雪公主的故事啦 什麼 那就是好玩而已 沒有白雪公主的故事 沒有太大的道德的意義 那可是呢在古代我們都會有二十四校啦 或什麼啊 那個有一個共故事結構在那裡 那這個共故事結構呢 可以說在民間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凝聚的力量 我有一個朋友名叫黃光南 他曾經是台北藝術大學的校長 他有一次跟我說一句話 我覺得蠻讓我深思的 他說我的爸爸 因為是鄉下那種貧苦的出身的人 他說一個字都不認得 生平就是文盲 一個字都不認得 但是呢如果你要說我的爸爸是文盲 我就不同意 一個字都不認得 但是他說他爸爸不是文盲 為什麼不是 他說 他從小在路邊看人家演戲啊 那個戲裡頭所有的故事他都知道啊 那現在你到大學戲劇戲去問那個 那些薛丁山什麼的故事 他們不知道薛丁山是誰啊 可是他爸爸知道啊 他爸爸一天到晚那種不要錢的戲 他就都跑去看 所以他那個戲裡頭的故事 他都知道啊 他只是不認得字 他說我爸爸是字盲 不是文盲 他不認得字 可是他他他他他因為看很多戲 所以他不是文盲 他呃中國典故他都知道啊 那我想欸對啊真的啊 他他一個字都不認識 可是如果他都知道那些故事 我們真的不能夠叫他是文盲 如果他還能拿那些故事去教訓人 去勸戒人 那我們更不能說他是文盲 對 所以呢我們覺得說 一個共故事結構的民族呢 其實是很重要的 那還有種種的典故 那詮釋和考據呢 使真相呢 可以凸顯啊 可以去解釋 在這裡呢我就打算舉一些例子 讓各位去想一想啊 那這些例子呢 比剛才所舉的那些那個神父 那種現實生活中的例子呢 要深刻一點 其中有一個呢是竹書衣 這樣一種衣服 那我為了這個有寫過一篇文章 那這個竹書衣呢 是從 我是從那個白劇衣的詩裡頭看來的 沙金草旅竹書衣 晚下香山踏翠圍 香山在那個是河南那邊 就是白劇衣的故鄉 那這個沙金呢 並不是像現在的那種沙金 就是 棉布的那個 那個布就是了 草履就是草鞋 然後穿著竹書衣 這是他夏天的穿著 頭上頂著一個沙金 那腳下穿著草鞋 身上呢 上身穿著一個竹書衣 竹書衣呢 我其實沒有看過 可以去查 查典故 查出來是什麼呢 查出來呢 就是用竹子做成的衣服 我們現在 雖然有竹炭啊什麼 但是我們沒有用竹子做衣服了 但是假如各位去看這個文字的紀錄的話呢 就是說有一種竹竹 它一截有六七尺 它是從九針那裡這個產出來的 所以呢 人們取它的那個嫩的 就可以泡一泡 然後用它的皮來編做衣服 那九針各位知道在哪裡嗎 這個很早期的紀錄 原來呢 九針就是在越南 在河內跟那個順化之間 那個地方 原來在那麼 就是那個時代 越南跟中國就有一點關係 所以它們的物產我們也拿來用 然後 它的竹子呢 一截很長 所以就可以做成這麼長的纖維 到九尺那麼長 然後呢 這個呢 它就把它編做衣服 編做衣服呢 有兩種可能 一個就是 就是穿竹子做的衣服 另外一個就是把它當做那個 好像古時候西洋婦女有一種大襯裙 把衣服 把那個裙子撐個大大的 那這個竹子 竹書衣呢 可以做襯裏 那這個衣服呢 我到馬六甲去的時候 嚇一跳說 哎呀 我一直在找竹書衣是長什麼樣子 結果呢 在馬六甲呢 看到這個情形 是這樣的 在馬六甲有個娘娘的佛物館裡面 就有這麼一件衣服 那我在其他華人的地方沒看到 但是就是在馬六甲的這個 娘娘的佛物館裡頭看到這個 他們為什麼有這樣一件衣服呢 據說是這樣 他們那些跟著正和下去的人 他們住下來了 住下來以後呢 他們當然都有婚商喜慶這些事情了 他們要結婚的時候 就要去穿一件漂亮的大禮服 但是呢 南洋是這麼熱 那個大禮服平常不敢穿 因為一穿就流汗就那個衣服就壞掉了 那個衣服呢 還是從正和時代戴下來的 有需要的時候就給某人穿一下 作為結婚禮服 那但是呢 又怕把它流汗就弄壞掉 所以呢 要在裡頭穿一個這樣的一個 中間那一件啊 就是有一個襯禮穿在裡面 把這個衣服跟自己的皮膚之間隔開來 然後就流汗就不會流到它上面去 這個衣服就可以一直穿一直穿 可以繼續穿下去 因為要到中原那個國土上去 再拿一件那個繡花的那個大禮服 是不太容易 所以呢要好好愛惜這邊的這一件 那我覺得說 哎呀太驚訝了 那個白居易的詩 我終於找到柱姐了 在哪裡找到的 在麻六甲找到的 是無意中跑去參觀的時候 原來是這樣子的 那所以呢 有的時候那個柱角是經過很多年 不經意之中看到了 非常喜悅 那常常有很多人說 哎呀那個華語文很枯燥啊很艱難啊 我說不會啊很好玩啊 一句詩放在心裡放了幾十年 然後忽然之間在麻六甲得到 哇這真的是太快樂的事情了 不會枯燥啊 不會枯燥啊 反而是很喜悅 因為你活得越久 你可以印證很多你本來不懂得的東西 那你看這個就是這樣的一個 在麻六甲出現的這樣的一個竹書衣 好 那麼另外呢就是在蘇東坡的詩裡頭 蘇東坡的詩裡頭呢 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話 他說 這個是他在 各位看那個最下頭一行有 密州出獵 他去打獵 他在密州的地方去打獵 其實密州這個地方呢 是山東比較窮苦的地方 山東很大嘛 但是每一個地方的那個貧富 並不是很平均的啊 那密州是比較窮苦的地方 那想當然爾嘛 如果要人家要把你貶到山東去 要叫你去受苦 當然是貶到一個比較窮苦的山東嘛 所以呢這個密州其實就是那個山東西邊一點 比較窮苦的一個地方 一直到近年來呢 他仍然是比較窮苦的一個地方 誒 可是近年來他出了一個人才 知道是誰嗎 就是莫言 誒 所以你要記得這太好玩了 蘇東坡去過的地方 後來也出了一個一個莫言 你要有記憶 你要有串聯 其實就很好玩說 哇 莫言啊 原來這個人是從這個地方跑出來的 好 這個 詞很長 蘇東坡的這首詞 但是呢 我就只講前面一點 為了時間的關係 他說 老夫遼發少年狂 左先皇又傾倉 他當時呢 並不是真的發狂 他當時是因為不下雨 那他作為地方官呢 他就要去求雨 誒 剛好嘛 又運氣好 又雨又下下來了 所以呢 他又得做一個動作 就是什麼呢 就是要去謝雨 就要去謝老天爺下雨 所以他就去做那個祭祀的那個謝禮 他去謝禮的時候呢 就老百姓都出來看他 那他借著這一趟出遠門呢 就順便打了一下獵這樣子 並不是特別跑去打獵完 而是去謝老天爺的時候 走到那個荒郊爺外 就順便打了一場獵 那順便打了一場獵呢 他就那個紅字的部分 我就寫了說 左千黃 右傾倉 這個黃呢 就是一隻黃狗 那個倉呢 就是那個倉鷹 就是這個打獵 大概中國跟西方都有點類似 就是有鷹跟狗這兩個幫忙 好 那 好 那 誰可以幫我恢復一下 哪一位可以幫我忙 把這個鍵盤恢復一下 我不小心碰到 所以呢 假如你作為老師 或者你要給你自己看 你要怎麼解釋這兩個句子 就是說 他又拉著一個狗 又請著一個老鷹這樣子 那這個句子 說明白了沒有呢 說明白了 狗就是狗啊 鷹就是鷹啊 狗是黃的啊 那個鷹是青色的啊 那個就是灰黑色啦 那可是呢 這是大部分的書本會這麼注視 但是呢 其實這個 中國古代文人呢 他們是很喜歡用典故的 這隻黃狗呢 其實還沒那麼簡單 那 這個左千黃又請倉呢 左手 各位可以看到這裡寫 左手牽著黃狗 這是台北某一個 一個出版社 怎麼出版的 右肩扛著蒼蠅以助列 其實這個右肩扛著蒼蠅呢 也是不對的 知道那個傾跟扛有點不一樣嗎 傾跟扛是不一樣的 那就是註解的人 住得不夠正確 扛是怎麼樣呢 任何東西這麼搭在那裡都可以扛 傾呢 是什麼呢 是有點手舉起來的 那個叫做傾 那個你要叫老鷹 你要拿著那個老鷹的話呢 你要讓牠在你的手上 牠才比較舒服 所以對老鷹的那個標準的動詞 是要用手舉著牠 或者橫一點讓牠架在你這裡 那個老鷹才會覺得是一個安全的位置 不過我重點呢 就放在這隻狗身上 你說喔 這老師還真麻煩耶 一隻狗還要跟人家講半天耶 一隻黃狗還要跟人家講半天 要講啊 因為這個黃狗很有道理啊 這個我就跳過去了 這個老夫我姑且使出 那分少年的輕狂 左手牽著黃犬 右肩架起蒼鷹 好 那這個我就跳過去 那我要跟各位說的 這個黃犬在哪裡跑出來的呢 這隻狗狗哪裡跑出來的呢 就是在秦朝二世二年七月 俱思五行 論腰斬 咸陽市 思出欲與其中子俱志 故為其中子 曰 吳欲與若 夫前黃犬 去出上菜東門 主角兔 其可得乎 誰父子相哭 而宜三族 李斯已死 那麼這是歷史上記載那個 非常能幹的 成功的那個宰相 李斯 到了二世的時候 就被論罪而腰斬了 他立下的清國的法律 最後呢變成 來對付他自己了 那他那個時候 他忽然想到說 我一生追尋公民富貴 但是我想起來 孩子啊 你想的時候 我帶你牽著一條黃狗 我們走出城門外 我們帶著那個黃狗去追兔子 然後那個黃狗很厲害 就追到了很多兔子 那 那樣的歲月 孩子我們父子 你小的時候 我們父子一次跑出去打獵 那個時候是多麼快樂 而在我們享有公民富貴之後 現在我們卻必須死掉 是非常哀傷的一段回顧 就是說一個人在最後公民富貴幻滅的時候 他想到他跟他孩子那個父子相處的時候 那個親密的那種關係 一起在郊外在圓野上 追逐帶著黃狗追逐兔子的那個快樂 那這個黃狗呢 代表著一個跟大自然接近 跟親人接近打獵的那種快樂 可是呢 如果你不知道這段故事呢 蘇東坡就是切了一隻黃狗而已 如果你知道這段故事呢 他跟一個古老的李斯的那個死亡有關係 跟權力的鬥爭跟什麼都有關係 那這個裡頭有很多的故事在裡頭 那也許有人說 唉呦 你恐怕想太多了吧 一個黃狗還要跟李斯有關係 這很複雜吧 這個不是我說 不是我說了算 歷史歷代的人呢 其實都會用這隻黃狗 這個就是剛才那個 我把它 剛才那個是古書上的原字 現在這個我是把它打出來的 那麼各位看 在慶朝的時候 這個探黃犬而常贏 或者咸陽世上探黃犬 連李白都用過這條黃狗 然後呢 這個到明代的時候 且向那勢力場中弄滑 把英雄來叱叉 到頭來燃機有樣 黃犬勘插 那各位你看就會覺得 這個李白還有至愛子 以常別探黃犬之無緣 就是歷代文人都用了這個 至於那個蒼鳥 我現在就不去講它了 也就是說呢 並不是我才發現那個黃犬 歷代的文人都用 不是我發現蘇東坡用黃犬 歷代文人都用那個黃犬 hnhad 所以呢 大家都想到那個一只黃狗 那個裡頭有很多的語言的意義 所以好的注释者要把这个说出来 所以我们可以说 好的注释常常是把一个更深刻的意义挖掘出来了 曾经在圣经里头 耶稣也用过这种例子 他有一次跟人家说 如果你们拆毁这个圣殿 一个大的建筑 如果你们拆毁这个圣殿 我会在三日把它再盖起来 大家说你发疯 这个圣殿盖了三十多年才盖起来 你怎么因为古时候的施工很辛苦 你怎么三天就可以重建呢 其实耶稣是说一个比喻 那个比喻就是说 什么叫圣殿 你们看到一栋大房子叫圣殿 我告诉你们 真正的圣殿 就是我们人类的身体 上帝如果要住 不是住在那个庙 或者那个圣殿 或者那个教堂里面 上帝如果要住 住在哪里 上帝最喜欢住在哪里呢 是喜欢住在人的心里 那没有上帝就算了 如果有上帝 那个上帝最喜欢的殿堂 最喜欢的教堂 就是人的心 印度庙也不算 佛教庙也不算 圣彼得大教堂 或者是什么 什么美丽的大教堂 都不算 人的心才是最好的圣殿 所以他说 如果你们杀死我 我三天就会复活 我就要让这个圣殿重建 他说的圣殿呢 是指那个人的身体 他把圣殿诠释为人的身体 所以一个好的诠释者呢 常常是能够把句子讲到 很深刻的 好 那下面我再讲一个 比较近代的 就是华大妈 华大妈是鲁迅的 小说里头的一个人物 那篇小说叫做《药》 有读过吗 是药 那个药 那华大妈呢 跟夏大妈两个大妈呢 他们的孩子都死掉了 但是呢 他们中间 他们自己不知道 他们有一个关联 就是 华大妈的孩子生了肺病 那夏大妈的孩子呢 是因为去参加革命 被人家砍头 那他们当时有一个迷信 就是说 砍下头来 如果你用馒头 或者面包那种东西 去蘸了那个血 新鲜的血吃下去 就可以医治肺病 所以华大妈就花了很多钱 给那个筷子手 筷子手就拿一个馒头 就蘸了那个血 就给这个 等于说卖给这个 华大妈 但是夏大妈本身没有得到钱 他儿子 沙头 血被人家占走了 得钱的是那个筷子手 那筷子手就把这个 卖给了那个 生肺病的那个小孩的妈妈 就是华大妈 但是呢 那个华大妈的儿子 生肺病的儿子 吃了那个 带血的馒头呢 其实并不是特效药 我们知道 儿子世界大展以后 才有潘尼西尼 才有肺病的特效药 那结果呢 这个华大妈呢 跟夏大妈第二年呢 他们一起都到了那个坟场上 去祭他们的儿子 清明节的时候 然后他们两个远远的 你看到我看 他们也不认识 只知道两个都是伤心人 那可是呢 这个 这个 华大妈跟这个夏大妈呢 华大妈看他 排好四叠菜一碗饭 立志哭了一通 画过指定 心里暗暗的想 哎 这个坟里头 也就是他的儿子哦 他怎么看他 看一眼就知道 坟里埋的是他儿子呢 知道吧 这也不是什么大学问 可是呢 隔了一个 两个 我们可能已经不太知道这种礼书了 尤其在新加坡可能更不见得懂 知道为什么啊 他这样看他眼说 他跟我一样 他也是来看他儿子的 怎么看得出来呢 谁可以告诉我 有没有 谁可以告诉我 为什么看一眼 好 听不到了 听不到了 听不到 立志 对 他站在那里 把酒 什么那些食物都排好 如果是长辈 甚至如果只是丈夫 都要跪下去 这个不跪呢 就是因为是晚辈 不能跪 他不能接受你跪 你像他跪 他是有罪过的 父母不能去拜子女 那这个呢 是现在一般小孩看呢 就不知道 他好神哦 他怎么都知道 里面他也来看儿子呢 对 一看他的动作就知道 那这个牵涉到一个 蛮有趣的现象 就是 这个我们就跳过去 就是在平剧里头 有一个段太后 这个包公的戏 包公呢 有一次走到街上 就听到一个叫花子 在那里说 包公啊 这个帮我申冤啊 他就跑过去 一看呢 原来一个老 瞎眼的老太太 然后他自己说 他是太后 太后是何许 比皇帝还大 是皇帝的妈妈呀 怎么怎么 他说他是太后 这个怎么可以乱讲的呢 那这个太后呢 就说 我的确是太后啊 她说 我还替你做过帽子啊 我还知道你 被那个脑袋后头 有一个包啊什么 他都说得一清二楚 然后 这个太后呢 好像是真的太后了 可是包公又不敢随便 接纳 她是一个太后 说不定是诈骗 鸡团还是什么 所以呢 这个包公呢就想一个方法 这是在当时认为一个很好的检验方法 就说好 那你给我坐在那里 你不要动 我来拜你 如果我拜你 你头不昏 不会昏倒的话 那你就是真的太后 那你就是真的太后 如果我拜你 你受不了了 你就会倒下去 因为我的位置大 你是一个瞎眼的乞丐 那你受不了我包公的一拜 你受不起 那这是古人的阶级制度里头这样想 就是说你的命受不起我的一拜了 那结果呢 就最后一行说 赐这个虾婆一个爱坐 暖茶一战 然后呢 他就要去 这个 要 要 要去拜他 那 就是说 也罢不免将虾婆 搀扶正位 倘若他受得起老夫一拜 定是真皇后 他若受不起老夫一拜 再将他拿下 于是呢 就说 你做完了 这个 做稳了 这样子 那 结果呢 他 见他稳坐 升不倒下的 包整 汉氏潮 两次聊话 我就忙贵倒 国泰千岁 受 承 这个 承潮 这个 那你可以看到呢 说 在古代的 那个 伦理里头呢 那个 地位 卑贱的人 是不能受 那个 地位 高贵的人的一拜 那在家庭里 也是如此 有的时候 那个老奶奶呢 被孙子欺负 这个 太生气的时候 我不知道 你们看过 这种情形没有 我还看过 就是 老奶奶 气得不得了的时候 我拜给你死 我拜给你死 就是说 我把你拜死掉 因为你这个坏孩子 我 我实在拿你 没办法 我就拜你 拜你老天爷 看到说 这个奶奶在拜着 这个孩子 她非受众主 不可 拜给你死 那这个 这种 事情 在家庭里 也有的 就是在 官场上 我们不能接受 高官 去拜 那个低的 那 在家庭里 那个奶奶 不能 拜 那个孙子 那要知道 这个 这个不是什么大学问 但是你要知道呢 你才能够知道这个 但是也许你说 书上都没有注解啊 各位知道 包括现代的和古代的书 古代的书有时候 它不注解是为什么 其实不仅是中文 英文的书也是这样 因为他们那时候都知道啊 他们都知道这个道理啊 它就不需要注解啊 是我们现在看不懂了 才需要注解 所以我们真的很需要 很好的诠释 如果我们不好好诠释呢 我们就越来越看不懂 我们的典籍了 像 像 有些西方的小说 或者戏剧里头 其实有很多的句子 都是影子 Bible 但是没有注出来 因为那个时候的人都 人人都很熟悉Bible 都知道圣经啊 都知道这个句子 圣经来的 它就没有注啊 没注你说 这没注当然就不是了 没注也是 因为你去查 就在那里 那可是在古人来说 他们经常堆很多东西 他们觉得这个 这个还要注吗 这个不需要注啊 但是到现在呢 做老师的 如果你发现那个 注得不清楚的话呢 你得想方法去 帮它清楚一点 那还有一句话呢 就是说 你来 我跟你讲 我跟你说 这句话也是典故吗 你来你来 李来姐 也是典故吗 是啊 也是典故 这个在诗词里头 有时候会出现 特别是宋代 有些文人 像辛气集 他非常喜欢 弄那个 很白话的句子 对不起 他非常喜欢弄 很白话的句子 那 他的 这个 金言春呢 各位对这个词牌名 可能有点熟悉 有点熟悉 是因为毛泽东 爱用这个词牌 他那个小字写 清元春的左边写 江纸酒 借酒杯 是 忽敬 他是说 他要借酒了 借酒了 他就 他不 他不 他不劝自己 他先去骂酒杯 他把酒杯骂一顿 那 他的第一个句子就说 杯 如来前 老子今朝 怎样怎样 杯 你过来 我有话跟你讲 你坐下 我跟你讲 你这个家伙实在太坏了 你害了多少人 那 所以呢 他这个句子是蛮有钱 蛮有趣味的 当然了 这个杯也不是好惹的 他最后 这个杯就说 没关系啊 惠之既去 朝则徐来 你只要赶我 我一定走 不过你要教我 我也就来 所以 我并没有 非要靠近你 是你自己 叫我过来的 但是我的重点 是要再说 这个杯 如来前 哎 杯子 你过来 你过来 有话跟你讲 这句话也有来历 知道是怎么来历吗 这个我就不多说了 就是说 借酒杯 借酒的意思 其实呢 我要跟各位说 这个 在礼祭里头 有这个孔子 跟他的学生的关系 他 他说 居 这个女就是乳 就是你们 乳三人者 吴语如 你们这三个家伙 过来 我有话跟你们讲 还有呢 就是圣听之 乳三人者 吴语如 也是礼祭上的 那还有 子章问证的这一段 就是说 钱 吴语如 你们到前面来 我跟你们讲话 所以 用这种口气 讲话的人 是谁呢 是孔老夫子 孔老夫子 喜欢说 来 我给你讲 我给你讲 我给你听 那所以呢 这是一个 孔子讲话的口吻 那 辛加仙呢 就学着 孔子讲话的口吻 好像是一个老夫子 要讲 那个 你过来 那 这个还是 那个 居 吴语如 孔子常常 跟人家这样说话 其实我觉得 这句话很好 政治上也是这样 如果我们能够叫 你说 你这个对立的政党 你坐下来 我们好好谈一谈 这个就大有可危 这些都是 在 中一居 曾子寺 然后也是 副作 吴语如 你再坐下来 我要跟你讲话 那 这里是 那个 庄子里头 也提到 居吴语如 这句话呢 出现的次数 相当之多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庄子里头 还有 来 吴语如 那么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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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句子呢 都让我们想到 古人在这个句子的时候 不会住 因为 因为他知道说 人人都晓得 在礼器里头 在轮域里头 在庄子里头 都有这句话 那 孔子的这种话 被 这个 刑价先拿去 揍 他跟酒杯 好像酒杯是他徒弟一样 他说 来来来 我跟你讲 你实在太坏了 你这个家伙啊 你害了多少人啊 那 飞就很无辜说 对啊 没关系啊 你叫我走 我一定走啊 我很乖的啊 你叫我来 我也会来啊 问题是 那 我都听你的话 不是我啊 那么 就形成一个 很有趣的对比 就是 他把他自己当作 那个 孔夫子的角色 在扮演 所以 这个里头 有一个幽默 可以说是 很好玩的幽默 在里头 如果你知道 这一系列的 这个 吴语如的 这个 例子的话 就很有趣了 那么 这个排踏 踏就是门 那 排踏就是推门 那 如果我们解释到 这个程度呢 就不好玩 要怎么样才好玩呢 好 所以 这是那个 王安石先生 茅檐长扫 静无胎 花木承袭 守自栽 衣水护田 江绿扰 两山排踏 送青来 那 你可以看到说 这个 他到他的 朋友家里去 看到风景非常好 那 以水护田将绿扰 他朋友家 那个 种田 种田而又有水 这很幸福 那个水 就可以去 浇农田 那 以水护着田 用绿色 把那个田 护住了 保护住了 但是呢 最有趣的句子就是 两山排踏 送青来 踏就是门 那两山排踏 两山是不会动的 可是他把山形容成会动的 山 好像一个霸道的推销员 跑到我家门口 绷一下把我家门推开了 说 你要买我的青色 也可以 不要买也可以 但是就是要推销给你 你就要接受我的青山的颜色 把他的青就送给你了 那 好像很霸道的 把门推开来了 那山其实是不会做这个动作 不过呢 他把山写成主动的 山就是 就是非常强势的 把你家的门推开 然后把他的美色 送到你的眼前来 你不看也不行 反正 这个美丽的青山 你就非接受不可 排踏是一个很奇特的动词 因为很强势的 踢开了大门 推开了大门 可是呢 一个动词往往有一个主词 在这里的主词呢 是山 是那个 两山 在对面的两山 可是呢 排踏在历史上是另外一个人 来做主持 来做这个动作的 另外有一个人 有一个主人 他用这个排踏这个字眼 那各位知道 那个排踏的主人 是谁吗 就把人家门绷一下 推开的那个人是谁 你说谁都可以推开门 那当然是要在历史记录上 有这个人 知道是谁吧 这个人呢 这个人呢 我用的这个是那个史记 那当时呢 就是在汉高祖的时候 他有一次呢 他有一次呢 是心里为一件事情很不痛快 他就暂时得了自闭症 他就真的把自己关在房子里了 因为觉得实在是没办法 没办法 心里上过不去 因为大家一起打天下 到后来有人背叛他 他就过不去 那所以他就关起门来 然后他就跟大家说 你们谁都不准跑进来 如果你们跑进来 小心我要杀你们的头 所以大家呢 也都不敢跑进去 那其中只有一个人呢 是不怕死的 他跟汉高祖 本来就是生死之交 好吗 你这样做皇帝 你关在屋子里做皇帝 怎么行呢 你都不出来 你都不问证 你通通都 一切都停止 那怎么行呢 大家整个都停摆了 你不能因为你心情不好 就这个样子 所以呢 他就去 推了门 那么他就破门而入 他就排他而入 那这个人呢 是一个屠夫 他本来是一个屠夫 他的名字叫凡快 如果你看过一些电视 或者是电影什么 凡快都有一个很奇怪的造型 都是很粗鲁 但是很中意的一个 很直心直肠的那么一个汉子 凡快这个屠夫 这个杀狗的这个屠夫 就推门进去 然后说你飞出来不可以 不能再躺在床上这样子了 那这个凡快的主人 这个排踏的主人是凡快 凡快是主词 排踏是动词 现在当我们把这个排踏 这个动词挪到了 这个青山头上去的时候 我们等于意思是什么呢 那个青山啊 它就像当年那个粗鲁的凡快啊 它就崩一下也不管你要死要活 它就把门给你踢开来了 那么其实呢 它是把凡快的意象 加在这个青山的头上 所以是一个很微妙的修持法 好 那最后呢 我想讲一个去年发生的事情 就是有一个这个沈从文的小姨子 叫张冲和 他们张家有四个姐妹 这个是最小的一个妹妹 去年才去世 大概是103岁的样子 那是一个很长命的才女 那也可以说是最命好的一个长女子 因为这个张家的人 跟沈家的人 其实后来日子过的都并不是太好 但是这是这个张冲和 他因为出嫁到了美国 在耶鲁过他的后半生 所以呢 是日子过得非常好的 那这个张冲和呢 他在抗战时期呢 他就到了那个云南 在昆明 在宜梁那个附近 宜梁这个地方呢 如果各位去过的话 他有一个很奇怪的特产 就是他在路上会卖那种小烤鸭 非常小的烤鸭 一个人可以吃一只的 那种像格子那样的 一个人可以吃一只的 所以大家会停留在那里吃一只烤鸭 在当年呢 这个张冲和 各位可以看这种很清纯的 民国初年的那种少女的那个样子 很有意思 梳了辫子 穿了旗袍 那时候没有地方住 就住在庙里 就坐在蒲团上 然后呢 他还很风雅地弄了一个桌子 那个桌子的下头就是汽油桶 两个汽油桶 上头放一个木板 木板上头定一张布 然后这个就是他的写字画画的地方了 那你可以看到说 这真的是非常传奇 一个世家的女孩子 跑到云南的一个废弃的庙里头 在那个庙里头 过着一个很安静的 很优雅的生活 后来他嫁给一个犹太裔的美国人 然后后来去了美国 但是我要提到的是他的这一首诗 他在年轻时候 就是在刚才说的那个场景里头 写的诗 那诗 因为他书法很好 所以大家都很喜欢 不过因为是有点潦草 所以我把他的那个句子放在右边 右边这个句子呢 久兰勤霸曼斯嘉 他在西南地区 他当时是在云南了 小座铺团听落花 一起肖像云水过 借荣新水保红茶 那其实我看到保红茶呢 我就开始有一点疑惑起来 那疑惑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 什么叫保红茶 我没有听过保红茶呀 保红是一个地名吗 或者是像宝石红的 有着宝石红色的茶 还是很宝贝的红茶 还是什么 所以呢 我就去请教了一个 我所知道的一个茶叶达人 就是他很懂茶叶的 我就问说 你有听过保红茶是什么东西吗 结果呢 非常出我意料之外的 就是原来张忠和写错字了 写错字呢 所以不是那个红 是三点水 那个姓红的红 那有了那个正确的字 那就方便查了 保红呢 的确是一个地名 是一个寺庙的名称 那结果呢 这些都是张忠和年轻的时候的照片 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 一个很 一个可以说命运很好 因而成就了他的才子 才女的那个事业 他的家庭也很好 家世也很好 你可以看到他的那个 很传奇性的生涯 这是他在耶鲁的那个图片 但是呢 这个呢 就是我所说的 那个穿格子的那个 是茶叶达人吴德亮 在台北的 旁边是他太太姓 姓唐 她是云南人 那其他几个人呢 是我们请来 喝这个保红茶的朋友 那因为他知道说 保红茶 他就真的去云南 问他的朋友要 结果他朋友寄了一点点来 我们就来喝看保红茶 究竟张忠和所赞美的保红茶 是怎么样的味道 那 然后呢 这个吴德亮呢 他就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话 又引起我的好奇 他说 这个大小姐啊 她为什么 住在庙里 就喝那个庙里头 附近所种的那个保红茶 他说 他为什么不走到大街上 云南的好茶多得不得了啊 各位大概也知道 云南的好茶很多 包括福尔 包括颠红什么 那些都是世界有名的茶 他为什么只喝一个保红茶呢 我也想一想说 对呀 为什么他只喝一个保红茶呢 好 那后来呢 我就去查一下 看他的 那个 张忠和的家乡的那个地理位置 那张忠和呢 他是在这个 他是安徽人 各位可以看到说 他有一个 他家是在合肥 在这个 在那个安徽的最中心的部分 那这个地方呢 还算好 因为他比较 比较 南方一点 就比较 富属一点 北方一点 就比较穷困一点 那 所以他等于是 安徽的中部 就还算好 那安徽南部 其实就更好 就 经济上更富裕一点 那他就是在 那个 那个 好 就是那个合肥 你们自己看 在那个中间的部分 那 然后呢 我再仔细地查呢 这个人的 祖父呢 就是张树生 而张树生呢 是怀军的 一文一武的 其中的一个 那 文的就是 李鸿章 在朝中 做官 武的 怀军打起仗来呢 是靠张树生 那张树生 跟李鸿章 是齐名的 那 后来 有一段时间 这个李鸿章的 家里 母亲过世 就要请假 母亲过世 必须休假 就不能去 不能去做官 要守伤一段时间 那段时间都是 这个张树和的 祖父 张树生 在代替他 在做事 那 这一个 这个 他们这个 合肥呢 这一代 就是 有这个 湘军 对不起 有这个 怀军 怀军是跟 湘军呢 差不多名气的 那大家比较知道 湘军 就是曾国藩 湖南人的那一支 那比较不 比较忘记了 这个怀军这一次 怀军也是非常勇敢的 那 而且呢 我再一查呢 怀军跟台湾 也有点关系 因为 有一个流民船 流民船呢 也就是怀军的 那他当时呢 被派到台湾去 他在台湾新建了铁路 而且呢 还做了一个大炮台 准备 如果有谁请略台湾 他就打算给人家 用那个炮台 去打人家的船 在海边 在淡水 北部淡水的海边 不过呢 很可惜的 就是呢 这个大炮台建成以后 一枚炮都没有发过 台湾就被割给日本了 所以这是一个 从来没有发过一枚炮弹的炮台 那现在做什么用呢 当古籍平调 谁受惠于此呢 林怀明 因为他们的那个 林怀明的那个舞蹈社呢 就在那个大炮台的旁边 所以呢 这个变成他们家的一个景致了 这个所以很有趣 历史有时候很奇怪 很吊诡 这个 这个合肥人 张冲和 他小时候是出生在上海 可是他老家是在这里 那各位看一看呢 再往左边去一点呢 就是六安 再往下面去一点呢 就是霍山 那这两个地方都是产茶的地方 那六安跟霍山 那六安呢 很有趣 就是那个 《红楼梦》里头的贾母 他有一次喝茶的时候 他还特别说 我不爱喝六安茶 因为老太太 可能有他自己的脾气 他就可以大啦啦地说 因为他全家最大嘛 他最大嘛 他说我可不喝六安茶 那那个妙宇就说 不是不是不是六安茶 我们知道你不喝那个茶 所以我们就不拿那个茶给你喝 那这个六安茶 还有这个霍山 霍山现在特别有个名称叫霍山黄崖 就是很细小的 很坚嫩的 他也作为共茶之用 所以呢 原来他们在这个地区长大 这就让我想到 我一直想写一篇文章 但还没有时间写的 就是什么人喝什么茶 这个题目是从那个 俗话说 武大郎玩夜猫子 什么人玩什么鸟 那个夜猫子是要不怎么好看 武大郎也长得丑丑的 所以武大郎会玩夜猫子 那公主可能就玩金丝雀了 那什么人喝什么茶呢 是蛮有趣的 像黄春明的那个 那个罗的那个故事里头 那个男主角呢 他就是去喝那个宜兰的 那个乡下的茶 那黄春明的那个 《游园经梦》里头的 那些外省人在台北生活的 他们喝的就是茉莉香片 那如果在香港人呢 他们比较喜欢喝的是 那个三合一的奶茶 因为可能有 包括有印度文化的影响 再加上奶啊 牛奶啊 也觉得很好的滋味 那所以呢 我今天有带一些小包包来 你们可以看看 这个是喝过的茶 我再把它弄干了 像香港奶茶或者非洲茶 非洲茶有一个奇怪的功能 据说喝了以后比较肚子不饿 我们觉得茶喝了以后 肚子饿比较好啊 因为消化掉了 我们就可以再吃东西 他们说他们的茶喝了肚子 比较不饿 这有点奇怪啊 据说因为食物短缺 所以他们希望那个茶的功能是喝了不饿 那这些特别是六安茶跟这个霍山黄芽呢 长得跟宝红茶是很像的 叶片很像的 所以在他选择喝饿红茶的时候呢 其实有一个互相的情节在里头 所以我觉得是蛮有趣的 好 我也就让各位看一看那个小茶袋里头的那个茶片 所以呢 任何一个故事追下去呢 其实会追出很多故事来 即使是喝一口茶 那个里头呢 也有很多有意思的那个牵连 那 那所以呢 当我们聚集 当我们在谈论这个事情的时候呢 其实就追溯到很多的东西 那中间这一位男士他是做茶者 用竹子做茶者的一个艺术家 那我们在喝这个茶的时候 在了解说 这个是在 一九三几年的时候的事情 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意义 所以呢 我们可以说 这个 这个就是我刚才说这个 宝红是写错字了 是另外一个宝红 不过书法家常常不改他们的错字 这是他们的规矩 因为书法等于画画 所以呢 就 就写错字是没关系的 不过对我们想要追究的人来说呢 就觉得 这错一个字错很多 我不知道什么 那个红颜色的红对我来说不存在 可是这个三点水的红是有意义的 后来这个 吴德亮的妻子 还特别跑到那个现场去 然后呢 找到了一个居室 那个居室还发心愿 要把这个寺庙重新建造起来 因为中间已经毁掉了 而寺庙现在还没有建起来 他在努力建 那那个宝红茶呢 2011年居然还得过奖 就是说 当年张宗和河的茶 现在又渐渐地恢复 因为云南的地质土质 其实是非常好 气候也非常好 种这些茶 是有意义的 而且呢 宝红茶的确是有着那个 龙井系统的那个小叶茶的那种性格 所以呢 是喝一口茶 如果你去追溯的话呢 这个 也都可以追溯出一些故事来 那以上呢 是我要讲的 就是说 随便看到一个资料 如果我们去挖掘的话呢 是可以挖出很多故事来的 是可以找到很多美学在里面的 是不敢说整个中国近代史 但是 是半部中国近代史也都追溯出来了 所以呢 那些故事是 是很有意思 一个财女走了 她是一个世家的财女 她幼小的时候 因为母亲身体不好 所以她就被熟祖母所收养 到她16岁之前 她熟祖母花她自己的钱 去为她请当代最好的书法家来教她 那个书法家为了教她 就是辞去了她的事业 就来专门教这一个小女孩 然后成就了她的艺术 而且呢 说句不好听的话 她的熟祖母很幸运地 在她16岁的时候死掉了 如果这个熟祖母不死 到她30岁才死的话 她可能也 也就在熟祖母的那个庭园里头 一直学那些古老的东西 就不会走出来 但是这个熟祖母死了以后 她就出来读新的中学 去读北大 然后去唱昆曲 去干很多的事情 她又有另外一番的教育 她等于新旧两种教育都接受 那最后她很幸运地 嫁了一个美国人 在她全家的人都受到文革的迫害之余 她却在美国是很幸运地活着 而且她虽然会昆曲 她如果是在其他华人地方 可能没有那么大受欢迎 可是在美国因为懂昆曲的也不是那么多 所以她呢 就算是非常懂得了 所以在耶鲁她可以成为老师 所以她一生都蛮幸运的 而她也的确有她的才华 把她的才华发挥得非常好 那我 我现在去跟各位提到她在云南喝茶的 一小段的故事 但是那个里头呢 也有一个合肥人的那个沧桑 那个合肥世家的沧桑 那说到合肥 说到淮军 说到湘军 说到太平天国 说到清朝 说到民国等等 这个中间呢 是半部中国经代史了 所以呢 很多东西它可以牵连很多 但是呢 就是看我们有没有兴趣去抓 然后去抓到的时候 是一个很大的喜悦 那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够找到 有学生愿意好好的听 让他听出一点引来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些历史 或者这些文化的东西呢 顺便的推销给他 好 我今天呢就讲到这里 谢谢各位那么忍耐 那如果有什么想要谈一谈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拿一个麦克风来 来发言 现在最重要的事情 就要先请老师先坐下来 因为老师站了一个多小时 然后 然后 我们 谢谢老师带来的演讲 然后我们现在要进入下一个环节 就是我们要邀请我们今天的对讲的嘉宾 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系主任 刘俊豪教授上台 大家好 张老师的学问的愿博 大家刚才都领教过了 讲得很丰富 那本来这个 首先要感谢这个周星渠基金 邀请我来做这个对谈 这个本来就是我应该要做的事 因为呢我们这个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 一直以来都是非常注重这个 先当代文学的这个研究 还有创作 很高兴 今天有这个机会 来跟张老师对谈 那 但是我想 我数一数 这边 我们有多少个人 在这 听 好像是大概有 200多 300多人 那我想让大家也是非常珍惜这个时间 要提问 那 我稍微总结一下今天 那个张老师的这个演讲 他谈到的那个主题呢 是素缘 那他跟我们讲了很多的那个生活的点点滴滴 听到的看到的 然后也从那个中国的古代文学跟文化呢 讲了很多的典故 那我们中文系的那些学生呢 听到这的话呢 肯定是 这个又是让他们非常痛苦又快乐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看到这些典故的时候呢 在写文章 在写论文的时候 在思考的时候呢 都会常常要有一个注角 很多很多的注角 很多很多的这个注视 那 那我想这个 素缘 它让我们想起一个概念 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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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回到我们当初 对生命的这个日秦 这个最初最正的这个感动 那刚才谈散文比较少 那但是我想呢 也就是说我们这么多年 一直在阅读 张老师的散文 我们最初的感动 是红地盘 我现在邀请我的一个学生 就朗诵一小段 然后我把这个时间开放给大家 来提问 张老师可以吗 可以哈 来 有请我的博士生 到台上来 朗诵一段 你要介绍自己一下吗 好 大家好 我是来自南洋理工大学的 有老师的博士生 也是中国传媒大学的教授 我叫向力 原来是在中央电视台 播报新闻的新闻主播 非常荣幸能够把这个 大概我看了一下有30秒吧 一个散文 一段散文分享给大家 《地毯的那一端》 《节选》 作者张晓峰 那天晚上 你送我回宿舍 当我们迈上那斜斜的山坡 你忽然驻足说 我在地毯的那一端等你 我等着你 我等着你 小峰 直到你对我完全满意 我抬起头来 长长的道路伸延着 如同圣坛前柔软的红坛 我迟疑了一下 踏向前去 现在回想起来 你不记得当年 是否是个月夜了 只觉得你诚挚的言词闪烁着 在我心中 亮起一篇星月的灿烂 这篇散文 曾经感动了多少的读者 包括我 那我相信也是包括你们 在大家还没有提问之前 请容许我就提问一个小问题 从最初到今天 张老师 您是怎么维持对生命的热忱 还有不断地写下这么多 这么精彩的散文 其实对我来说写作很单纯 我能不能写出精彩的散文 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 唯一知道的事情就是 我是一个 比较被动的角色 在写作上来说 被动的角色的意思 并不是说 有编辑来强迫我写我就写了 有时候也是如此 不是呢 但是我最重要的就是说 我很少主动去寻求我要写什么 我很少做这件事情 不像写论文的人 他们就是会收集材料 然后知道自己要写多少字 在几月几号之前写完 这些我都没有 这些规划我都没有 我就是 就是如果忽然觉得我被什么东西感动的话 我就会去写那个 至于我写下来写得好不好 我也不知道 那我尽量把我尽量想方法 让我那个多修改一下多什么想法 让我自己的文字好一点 蓬顺一点 可是呢 基本上我是一个被动的角色 被一些美感所吸引 一些属于华文的文字 或者是语言的美感所感动的时候 我就去写 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责任 一个华人 如果他为了保家卫国 泡头颅撒热血 这是某一种爱国 但是我觉得如果能够把民族的语言 文化文字维护得很好 这也是另外一种爱国 爱民族 那 刚才我们介绍 那个Bernard Show 的那个Pick Mallon 那个卖花女的那个故事 在那个故事里头呢 那个教授曾经讲过一句话 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呢 他听到那个卖花女的英文讲得很破烂 他就很生气 他就说 你知不知道你讲的是英文啊 你讲的这个英文就是 莎士比亚就是米尔敦 就是圣经用的那个英文啊 怎么到了你嘴里讲成这副德性啊 我很想跟那些乱讲话的年轻人说 你知不知道你用的这个中文就是 屈原用过 就是李白用过 就是杜甫用过 就是苏东坡用过 就是路由用过的 那个中文怎么被你讲成这副德性啊 那 我觉得 我 从那个田梗上 他大概常常走那个小小的窄窄的田梗 所以也不会掉下去啊 就很快地跑过来迎接我们 就是 熟熟啊 神神啊 这样子叫我们 用那个湖南话 湖南长沙话 那 那 后来就来了很多的亲 那个邻居啊 都围着 就说 这是你们什么人啊 那 我就想用我的话来说 我们曾经共一个真祖父 就是我们有同一个真祖父 到祖父时代已经是两支了啊 那到父亲时代当然就更远一点啊 反正我们是同一个真祖父的 如果叫我说我就会用这样很很没有情感的语言这样说出来啊 可是这个号称子女的叫我们叔叔 神神的这个老人家呢 他却用他自己的那个乡下图语就说 我们是一个锅里掐饭的咯 听得懂吗 我们是在一个锅里吃饭的人啊 我们是非常亲近的啊 我们是一个锅里掐饭的咯 我那时候非常的感动就说 我们曾经供过一个锅子的人啊 他不是子 他一辈子也就是在那个乡下 可他说出这样的话来 让我觉得我的语言不能取代他的语言啊 所以呢 不是说是字不是字 即使不是字 也有非常美丽的语言 中文是一个非常美丽的语言啊 那不要 不要 不要辜负了他啊 那不管政策上 希望我们 会集中其他的语言 那没有关系 但是 自己这个语言要顾好 我觉得是很 是很值得的啊 那个 我经常是从那个 乡下 农人或者什么口里 会听到那个非常 动人的东西 我觉得那些东西都是值得去 去 去捍卫的啊 就是像军人一样去捍卫的 那 希望语言不要在我们的手里 可以断送掉啊 就是 希望我们能够 好好的把好的语言 好的故事 好的诠释 都传给我们的后人 谢谢 华文华语 多么美丽的方块字 多么东听的语音 昨天 昨天 张老师到我们 南洋理工大学 校园 演讲的时候呢 他一坐下来 就跟我说了一段话 那 我就 听住了 然后 觉得呢 张老师的眼光 很长远 他跟我说 要我们注意一个年份 2037年 这个年份呢 是 是谁的单程呢 是苏东坡的单程 那他为什么故意 特意的去提起这个社呢 他有一个很宏大的构想 就连到你刚才说的一段话 这个 门华人 如何 分享 共同的文化的资源 在 关于这个点 那个 张老师 有 要进一步的要说吗 这个 这个 其实是 只是 我的一个梦想 就是 等于有点 胡说八道 我很希望 华人在精神上 有一个 全世界的邦联 就是 不是真正的 立案的那种 就是我们精神上 有一个 一个邦联国 在政治上 当然 不太可能 很快的 华人可以凝聚在一起 但是你看大英国协 人家 曾经被英国统治过的地方 他们也是有某一种 国协的联系 那 我觉得 华人 如果要凝聚在一起 是 这一千年来 我们共同崇拜的一个人 应该就是 蘇东坡 当然 有人崇拜 讲一件事 有人崇拜 毛泽东 那个 很难 交集 但是 要是说起蘇东坡 我想 华人都会 肯定他 蘇东坡在 2037年 是 一千年的 那个 诞辰 那我很希望 在那个时候 能够 全世界的华人 能够有一些 什么样的活动 跟凝聚 然后对我们的文化 有一点认知 那 这个西方的 戏剧里头 会说有一个hero 这个 一个英雄 一个世代 需要一个英雄 但是我觉得 这一千年来的hero 应该就是 蘇东坡 他在人格 人格的美学上 他在文学艺术的成就上 他实在是 中国文化的一个hero 那 2013年呢 这个 2037年呢 我如果要活着的话呢 必须要活到96岁 那很辛苦 我不见得有那个办法 可是呢 还有后人嘛 我就很希望 有些人会承担起这个责任 然后 2037年呢 全世界华人有一个比较好的凝聚 那 这是我的梦想 梦想呢 不适合太多在这里啰啰嗦嗦地说 是希望 找到几个人能够想想有什么方法可以做这件事情 昨天我碰到刘拉的时候 我特别会想到就是因为 我觉得新加坡也是一个很好的桥梁地带 它可以搭很多的桥 跟很多方面来往 那我希望它可以扮演这个功能 华文世界里头 其实是在各地各方都有 我们可能不知道的那些人 他们在各地各方其实都有他们的贡献 那如果能够把这些力量加在一起呢 其实是人类文化上的一个奇迹 就是华语文它是那么神奇 它是那么可以从甲骨文时代一直到现在 它的那个文字可以叙述那么多的事情 那我觉得真的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每次想到那个汉字的美就仍然会非常的感动 觉得这个文字呢跟这个民族呢 他们其实是非常值得尊敬的 而我们呢刚好属于这个民族的话 我们实在是有必要去把这个东西呢 它的美 不一定要很快 但是至少要弃而不舍地慢慢地把它的注释出来 谢谢 华文 华语 随着这个华人长时间的迁徙 来到新加坡 就是说它面对的又是另外一个语境了 那我想在这里的话呢 大家都是对华文有缘分的人 那跟张晓峰 张老师也特别有缘分 这个是不是那个到提问时间呢 是吧 对 我们谢谢尤教授和张老师的一个对谈 那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现在直接进到跟观众交流的一个环节 然后我们欢迎现场的观众可以提问 我们两旁有工作人员会递麦克风给您 然后或者也可以就是大家在 在那有一个 那边已经迫不及待了 举手了 你要不要到前面来 好 先说一下介绍自己 然后再提问吧 我叫张老师吧 张老师 我来自中国重庆 对不起 你必须大声一点 好的好的 就是尊敬的张老师 听清楚那么远的声音 你能听得清楚吗 靠近点吧 你那个脉 听清楚吗 尊敬的张老师 你能听得清楚吗 我听得清楚了 听到了 我首先表达一下 就是呢 我来自中国重庆 听得到吗 好的 我表达的意思就是说 在我上大学的时候 你的文字 你的书 是我在那个时代里非常美的 我现在想起来非常美的一个回忆 你的名字特别是 后来呢 也陆续在一些地方能够看到 听到你的名字 所以呢 这次我很有幸运来到新加坡 再次学习 当我有再次得到你的信息的时候 我就告诉我自己 我说 我争取一定来 来到现场 因为过去一直是 看着文字 我们对中华文化的溯源 我们对中华文化的溯源 我个人的思考和建议 可不可以 由我们张老师引领更多的人 还要来溯一溯 中华文化 或者叫中华 中国哲学当中的哲学之美 对此呢 我想听听尊敬的张老师 对此你的想法建议 谢谢你 老师 老师听清楚是哪一道问题吗 但是我不知道 它的哲学的意义是什么 没关系 那我们也许进到下一道问题吧 好不好 我们再开放给另外一位观众 可能时间关系 所以请提问简短二药 非常短 谢谢 张老师您好 非常感谢您的讲座 我的问题就是 古人他可能吃一半橘子 他都可以写一句诗 好像是什么 痴软月梅酸 就是他会从很小的事情感知到美 就看起来是没意义的 然后我们现在的人呢 就会追求一些表面的意义 就是我要工作 我要买车 我要买房 就很少人有时间去静下心来 去看诗写诗 去体会这些美 然后古人就会沉浸于诗酒之中 所以我就想问您一句 问您对一句话的看法 就有人说 人生的确没有意义 但人生有美 所以想问您怎么看这句话 还有您认为意义和美需要平衡吗 谢谢 老师我也没弄清楚啊 其实 我们 也许 就大家尽量问 就一句两句的问题好不好 我们进到第三道问题 谢谢 张老师您好 我想请问一下 各位 听得到吗 张老师您好 我想请问一下 我们最早接触的都是您温柔的文字 而且对您的印象就是一个温柔的文人 但是这几年我们比较了解您的是您在公众领域的参与 对人文对土地的关怀 那举例来讲您在台湾担任过立法委员魏明侯舌 您也曾经为了这个2022病工厂 然后为向总统澄清 请问您在这个事情上是经过一个角色的转换吗 您的心路历程是什么样的 谢谢 因为有些问题我也不想怎么回答 那比如说这个在哲学那两个字眼 我就觉得是让我有点不容易抓到那个意思 因为哲学它包含的东西太大了 那在写作者来说呢 其实常常是抓住那个美感 抓住那个美学 但那个美学的背后其实是有哲学的 那我们认为什么是美的时候 那个里头其实是有一个道理在 那个道理呢 我或者就是可以称它为 哲学吧 比如说中国文字 人言为信 人说了话就是信用 不要签契约 不要保证人 不要抵押 我说一句话就是信用 那这里头就有某一种美学 就是华人的美学 从前上海大商人 他们来往 就说你明天给我送多少货来 要不要签契约不要 就说为什么 闲话一句 闲话一句 闲话一句呢就是说 我们就好像在聊天嘛 这个事情说了就交代了 就叫下头人就去 就把那个货就用到就算了 钱就 这闲话一句 我们说了就算话嘛 这咱们兄弟还分这个吗 我觉得那个里头 有一 那个老派华人的那个信用呢 那个 如果你要说哲学 我就认为那个里头 有美学有哲学在里头 那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让我感动 让我感动 我觉得会比政治的力量更多 那我也算是有四百天在从政 作为立法委员 但是我觉得从政呢 实在不太有趣 不太有趣的原因是因为 从政者 你只能做一件事情 使那个事情不要恶化下去 就是说 两个人要打 你让他们两个不要打到死 就好了 你就 你的 你最大的本事就是发挥到这样 就让那个冲突不要太严重 那个事情人家已经怎么样 你就让他不要太严重 所以他只能救 就救回一步这样子 那所以呢 就是不是一个极完美的东西 那文学艺术我觉得是一个极完美的东西 因为它能提供那个最丰富的那个心灵的那个高层次的那个境界 也让我们在思考的时候能够去好好的 好好的能够把我们的人生提到 忽然提到很高的这个层次里头去 那所以我觉得 如果用文学艺术跟政治来比的话 政治只是究极 然后去改善一点点 那文学艺术会让你整个的思考是不一样的 那我觉得这个是很必要的 对那个诗是怎么样 诗呢其实我 今天早上跟那个 这边的华文学会 那个在一起聊天 座谈 有一个他说他写短篇 极短篇的小说 我说其实极短篇的小说就是诗 因为它非常短情节也不太够多 但他要的东西是一个诗意 那有一个人说 你写散文好像也比较喜欢诗 我说对 我也希望我的散文是诗 小说跟散文写到最后的境界都是诗 其实就是说每一种文体 我觉得那个背后其实都是诗 那各位记得《红楼梦》的最后一个场景 就是贾宝玉在茫茫大雪中披着一个红斗篷 这样走出去 这个是绝对的一个诗的画面 那个我想如果你作为导演 你也会觉得这个画面 你一定要强调贾宝玉在那个大雪之中 就这样子 这个往前走去了 在一片茫茫雪地之中 那那个是一种诗意 那整个《红楼梦》这么厚一大本 其实最后剩下的是那一个诗意的画面 我觉得诗呢其实 是常常就是中国人心中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声音 虽然不是说美国人就不懂诗了 不是啊 而是中国人因为那个我们的古诗是有节奏的 所以跟我们生命是非常有音乐性的 有节奏的音乐性的结合 好像苏东坡他有一次到朋友家看人家做墨 那个墨很宝贵的 一条这样的墨 假如是古墨很贵的 如果一块墨要一万块新笔 你不要觉得惊奇 如果十万块新笔 你也不要觉得惊奇 他看到人家做墨以后呢 他就有一句诗 我觉得那句诗比那个墨更让我觉得惊动 就是其实中国人在看到任何东西的时候想到的是一句诗 把它凝结为一句诗 就是非人磨磨磨磨磨人 你觉得这个技巧玩得多好 那个嘴巴那个磨磨磨 非人磨磨磨磨磨人 你们以为我在磨磨吗 不是啊 是磨在磨磨啊 我被磨掉了 我没有了 非人磨磨磨磨磨磨磨人 他那个声音又那么有趣 然后那个意思又那么好玩 然后你就想他那个画面感 这样磨磨磨磨磨磨 一个磨就没有了 而我们的生命呢 也在这个里头就这样子消失了 中国人在他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美感经验里头 会把它凝聚为诗句 那这个诗句我认为是广义的 任何人都可以 都可以享受这种诗句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其实我们在筹备这一场 星球文学讲座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找了很多老师的资料 在想说要怎么去 向大家去介绍老师的作品 因为老师创作超过半个世纪 其实他的读者编布各个不同的世代 那怎么去跟新加坡的读者 或者老一辈的读者去介绍这么一位 我们难去定义他的一位散文家呢 其实我们看到一句 就是刚才老师谈到说 就是散文诗的那个质感 其实我们看到很多评论 在谈到老师的散文的时候 有其中一个评语是 其实让我们团队在看老师的作品的时候 感到蛮特别的 而且蛮贴切的 也能够呼应老师刚才谈的那一个 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台湾诗人亚璇曾经定义 老师的散文是散文里的诗学 所以他其实把老师 张晓峰老师定义成是一位 在散文世界里面的诗人 所以我们今天会请尤教授 也很优秀的诗人 来跟老师对谈也是有原因的 所以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 所以我们今天就 这里结束吧 然后我们有签署的活动 我也非常欢迎 有希代老师的作品的读者 可以到前面来 然后让老师签名 《楼门外头》其实也有 很多老师的作品 可以供大家参考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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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